两剑,旅长被抓以后,为什么没人敢对他用刑? 看过两剑,的人想必对主角李云龙的印象很深吧,他天不怕地不怕谁都不服但所,为一物祥一物旅长就能制服他旅长的脾气,跟李云龙差不多也非常暴躁意, 怒李云龙平时那么威风在旅长面前也不敢发威,只能老实待着旅长部,解释他的上级资历也比他深多,那从原则中我们可以了解到旅长比李云龙参军时间早十年。 读过黄埔军校还参加过南昌起义,虽然李云龙经常自诩老兵但跟旅长相比,他还是个新兵在电视剧中,由于某些原因没有给出旅长的名字。 我们结合近代史知道旅长在南昌起义,终受了重伤组织,把他安排到了上海接受制,聊伤好以后旅长继续留在上海从事地下工作1933年,有人背叛了组织,旅长不幸被敌方抓获,一般来说,敌方抓到旅长这样重量级的人物肯定会对, 他言行讨论一番让他说出有用的信息实际情况,却截然相反没人敢对他语,行旅长毫发无伤,原因让人意想不到,标签,旅长,李云龙,亮剑,老兵,南昌起义,射箭师中还有个关键人物,就是老蒋他的知道旅长被抓以后,就立刻吩咐下去,任何人不能对旅长用情,还要安排好他的衣食老将, 为什么,对旅长照顾有加,这是因为旅长曾经救过他老蒋东征的时候被军阀臣,有名打得落花流水身负重伤,这时候旅长把老蒋背到了安全的地方毕,竟是自己的救命恩人就算老蒋心狠手辣,也不会对旅长言行逼供,最后老蒋对旅长放松戒备。